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特法事 這件事就是美國的政治弄權 美國怎樣政治弄權呢 首先第一件事 他竟然用他輪席主辦國的身份 是決定禁止我們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去出席APEX 亞太經貿組織的會議 跟著第二件事就是美國的情報機關 CIA就說中國是向俄羅斯提供一些軍事技術 用在烏克蘭的戰爭上面 甚至乎是可以拿命等等的東西 但是提供了什麼叫做軍事的技術呢 他們是毫無證據 但是繼續在這裡噴 亂按噴 到底這兩件事是怎樣的呢 我們稍後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鍵選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首先今天就有一個消息傳出來 這個消息都傳得很實下 就是由華盛頓郵報報出來的一件事件 美國的華盛頓郵報在他們7月27日的時間 即是我們7月28日的早上 8點鐘左右這個時間 就有個完整的報道出來 就說他們引述的一些消息 就得知 美國的白宮已經 是決定了禁止我們的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 是出席亞太經濟合作協議 簡稱APEX 報道裡面就說 他們是在哪裡找到這個消息呢 他們說 他們已經是經過三個知情的美國官員 問了他們 再三確認 才把這個消息透露出來 當然 白宮的發言人 暫時他們說 我們不會回應這件事 但是他沒有說這件事的真與假 他只是說拒絕回應 那即是說他們的文件 各方面的藉口 可能是未想完 但是 結果已經出來了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言人 劉鵬宇就表示強烈的反對 也都說 這一種是違反APEX的規定 並且是違背了美國他們的制度 自己作出過的承諾 但是 美國的承諾和發誓 都是一樣是當吃生菜的陰公 違反APEX的協議規定 那怎麼辦 有什麼所謂 他們覺得他們是最大的 違反規定那怎麼辦 他們不是用政治論權的手段 我現在是輪值的主辦國 我就不給你 就不給你 權力在他們那裡 政治龍拳 政治操控 香港政府之後回應 也都說 美國是應該要按照常規 去邀請香港的行政長官 出席APEX的會議 但是 常規這件事 美國跟著嗎 如果美國跟著的話 就不會發動這麼多次 還有 搞到這麼多次的戰爭出來 直接參與 也都有 如果他真的按照常規 這個世界就不會這麼混亂 這個世界混亂 其實都是因為美國 亞太經貿協議 或者叫做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就在11月12日至18日 在美國的加州三藩市舉行 美國的跨黨派的議員 在6月7日的時候 曾經呼籲美國白宮 不要邀請李家超出席這個APEX會議 我們中國外交部 在第二天8日的時候 也都有回應 就說 東道主是有責任確保 成員代表 是順利參加這個會議 我們中國相信美國 是會履行承諾 確保包括香港在內的 所有成員代表 是會參與今次的會議 但是 縱使我們相信也好 我們相信一個國家 重視承諾也好 這個國家是否重視承諾呢 我相信在這麼多年的歷史裡 大家都會知道這個國家 最不重視的就是承諾 說過的東西 簽過的東西 甚至乎發過的事 都可以當食生菜 他們的承諾就是他們 美國人要優先 他們的承諾就是美國要操控著 這個世界的霸權 這個才是他們的承諾 至於其他的承諾 其他的承諾就是為了要建立他們 剛剛所說的那兩個承諾 美國的霸權 美國的優先 所以在這兩個承諾 在這兩個目標底下 其他的承諾都可以不算是承諾 有超過50個人權組織等等 在6月30日 亦都向美國的總統拜登 發表一個聯署公開信 要求美國政府 要明確地禁止李家超入境美國 去出席這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但是那50個所謂的人權組織 從哪裏得回來的 美國 是 就是美國自己做場戲 有很多人權組織就借他 這樣 我們現在超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敢他 但問題是這50個人權組織 直接和間接 都是由美國去資助和成立的 所以這50個人權組織 有沒有任何的代表性呢 是完全沒有的 美國的國務院 本身披露了將會邀請李家超出席這個APEX會議 縱使李家超在美國的制裁名單中 但是呢 他遭到幾個眾議院議員聯名反對 然後將事情搞大之後 美國國務院就改了他們的一個說法 就說之前向國會提交的回覆 是錯誤的版本 未決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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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這樣也有得錯 整件事做了出來也有得錯 是啊 未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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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厲害 然後國務院就說 有這樣的錯誤呢 很遺憾啊 當時就說未決定到底是邀請與不邀請 但是其實 其實這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亞就是亞太太平洋的一個合作組織 這個合作組織其實就是因為過去二次大戰 之後很多不同的歷史 那時候日本就侵華 也是搞太平洋戰爭 令到部分的亞太國家的觀感上 比較大一些的爭議 所以就整了這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出來 而這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其實做得都不錯 因為它是佔了全世界的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六十 現在當然可能是更加多也不出奇 貿易的總量去到佔世界的百分之四十七 差不多一半這樣就是 其實都是一半的了 那都真的非常之厲害的 那這件事是在1989年的時候成立了 之後在1991年 我們中國香港和我們的祖國也是同一時間加入 1993、94、98年也有不同的國家加入了 最終去到1998年的時候 當俄羅斯、秘魯、越南都加入了的時候 其他都沒有加入了 亦都不接受一些加入的申請 那現在來說是有二十一個成員 地方組織成員在裏面的 包括我們中國和中國香港 而美國的海外屬地關島 他曾經是想爭取一個獨立會員資格 並且列出了香港做例子 但是被他們自己的宗主國 美國是反對了 你想想 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 加入這個亞太經貿組織 OK 亞太經貿會議 我們中國是支持的 你看看美國的關島想加入 美國是反對的 你看看究竟哪個國家是自由一點 很簡單 這個例子已經是見到 你想入一些國際會議 不行 我不批准 但在一國兩制之下 你看看我們中國香港 做多少事都可以 多少事都可以自行去決定 是不是 我們國家 我們祖國也不會阻礙我們 中國香港做一些好事 但是美國 會阻礙他們自己的海外屬地 他們自己控制的地方 完全阻礙 你想想 多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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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值的一些主辦國 其實他們沒有分哪個大 哪個小 大家的地位都是很平衡的 很一致的 可能現在輪到你搞 接下來輪到哪個 哪個搞 即是沒有分哪個大 哪個小 總之 他作為一個成員國 他想搞的 你可以申請 讓大家決定給你搞 等等的事情 但是 你搞的時候 應該要邀請 這麼多個不同的成員 地方 就出席 不過這次美國 竟然沒有這樣做到 我相信這件事 亦都會令到 這個亞太組織 會出現了一些大問題 曾經馬來西亞的首相 是不出席 1993年 美國的西亞徒峰會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的霸凌問題 馬來西亞的首相 是沒有出席 是直接拒絕出席 這個已經是1993年的事 事隔30年 2003年 可能又一次 有一個的成員 是不出席 美國的會議 其實未來日子 是否還是要 給美國搞這些會 不如開多次會 不如就 否決美國搞這些會的 權利 不要讓他在世界上 搞這麼多事情出來 在政治弄權 好嗎 這件事政治弄權的是什麼呢 美國的情報部門 做了一個報告出來 美國情報部門只有一個 CIA 很緊張 她的報告說什麼 她說中國向俄羅斯 提供一些軍事技術 以用於烏克蘭的戰士裡面 什麼軍事技術 我們看內文 美國也是在我們 中國香港時間 28日的時間 發表了一份 非機密情報報告 中國在幫助俄羅斯 逃避西方的制裁 並且可能向莫斯科 提供用於烏克蘭的軍用 和民用的兩項技術 這份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這份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 就是CIA的大佬 ODNI 他們 所進行的一個評估 就說 由美國的眾議院情報 上次特別委員會發布 這也是一個窗口 哪裏發布不重要 哪裏搞才對 是重點 報告裏面 儘管存在在國際的制裁 和出口的限制也好 她說 我們中國在提供一些 軍民兩用的技術 莫斯科的軍隊 軍方也是在用這些技術 繼續在烏克蘭進行一個戰爭 她說海關的紀錄顯示 中國有國有的一些國防公司 向受制裁的俄羅斯政府 所擁有的國防公司 運送一些導彈設備 光擾技術和戰鬥機器的零部件 報告裏面更加說 自去年俄羅斯 全面發動了一個特別軍事行動 去烏克蘭之後 中國已經成為了俄羅斯 更加重要的合作夥伴 中俄雙邊的貿易之中 以人民幣結算的份額 是持續地增加 兩國的金融機構 在擴大對國內支付系統的使用 除此之外 中國增加進口俄羅斯能源出口 包括取得歐洲管道的天然氣 至俄羅斯在去年2月 進行了特別軍事行動之後 中國已經多次否認 向俄羅斯送這些軍事裝備 在今個月20日的時候 法國總統馬克龍 他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博立 也曾經說過 中國在向俄羅斯提供大量的一些 不大量 但在提供一個可以用作軍事裝備的物品 但一個問題是 證據呢? 沒有 你給一些照片看也好 哪些是? 沒有 好了 你不要說照片 即是提供了什麼? 坦車也好 AK47也好 子彈也好 什麼都好 什麼類型的子彈 多少口徑長的等等 闊的等等 你也說一聲 沒有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都可以出報告 如果你試一下這份報告 將中國變成美國 然後將俄羅斯變成烏克蘭 你看看 你看看 那些證據都出來了 找到的 自己都認的 說真的 如果 是要提供這些武器 是要賣過去的時候 怕什麼刑呢? 你美國也是這樣 我們大可以說 你美國 你整個歐洲 在賣武器 支持這些戰爭 我看不過了 我要賣出去的了 我要做生意的了 你吹我啤?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沒有這樣做到 沒有這樣做到 我們怎麼認呢? 中國 怎麼認呢? 我們 然後他說 喂 自我們制裁之後 中國和俄羅斯 就多了很多合作 這樣 你制裁 關我們什麼事? 我們沒有制裁 我們就可以繼續做生意 別人不和你做生意 不代表我們不和你做生意 別人不和你玩 不代表別人不和我們玩 是不是? 然後就說 中國就是增加了進口俄羅斯的能源 然後還要出口到歐洲那邊 你不叫歐洲那些不要和我們買 關我們什麼事? 你不叫歐洲不要和中國買 你不叫 有本事你就叫 那為什麼你不叫? 喂 大哥 我們做生意而已 是不是? 你制裁關我們什麼事? 你自己國家內部的事 你不要把我們扔掉 我們是不受美國所操控的 你如果覺得你們是操控得到歐洲那邊的話 那你就叫歐洲不要再幫助我們中國 只要光顧你美國 買些貴東西 是不是? 你做到的 那為什麼你不做呢? 你總是要抵挽我們中國 是不是? 你用軍事脅迫他們 你都習慣的 是嗎?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這兩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兩件事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 民潔紳士樂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選個全部 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